你信吗 上海有不少企业在招聘的时候明确规定不招上海本地户籍的人 其实我之前也不信的 但是上一个视频我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吗 就是上海有不少企业 其实对上海户籍的人口是有优惠政策的 就会优先考虑他们 然后就看到很多朋友留言说 其实上海有蛮多的企业 他们也是明确限制不招上海户籍或者上海本地人 其实当时我是不信的 对吧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是在上海 对吧 很公平的这样一个就业环境 应该不会有企业有地域旗帜或者地域限制 对吧 我是抱着这样一个质疑的态度去网上搜了一搜 结果发现真的是有不少企业它是不招聘上海户籍的人口或者上海本地人的 有的是明确规定的 有的是有些隐晦的 那明确规定的 基本上我看一下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比如说刘瑞线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外报的公司等等 就是特别辛苦 那他们的担心主要是几点 第一点肯定就是担心上海人是吃不了苦 当然这有可能是一些偏见啊 因为我确实实也接触到蛮多很拼的上海人 当然也有稍微闲散一点的人员 第二就是招聘上海人可能成本会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上海人他自己有房嘛 他就不担心说我没了工作以后生存不了 所以大部分通常可能要的工资会稍微高一点点 三点就是上海人普遍法治观点比较强 像有些公司如果招聘相对比较基层的一些工作的话 他有可能给外地人甚至不交金什么东西的 但是如果你招聘上海人你不交金上海人肯定会闹 他要么不去要去的话你一定是交金的 所以基于这三点的话 就是那些相对比较基础的一些工作的企业 他们可能就会不招聘 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在那种正规的招聘网站上明确写 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私下的这种群 或者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 他会明确在后面就是不考虑上海户籍 或者上海本地人等等 所以我查了一下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种呢 他就不是基层性的企业 他也是相对正规一点 但是小规模的这样一些企业 那这一部分企业 他为什么不考虑上海户籍或者上海本地人呢 主要基于我们前面除了说的那个成本因素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考虑稳定性和拼搏力吧 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 就是上海本地人 他们通常是有自己的房子的 所以他们没有太大的这种生存的压力 他哪怕没找到工作 他稍微歇一两个月无所谓的对吧 就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 觉得因为你们没有生存这样的压力 所以你们可能不会那么拼 或者不会那么努力 或者不会那么稳定 就是对待工作就是没有那么珍惜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偏见 因为我认识很多上海人 他也很努力 也很拼的 但是普遍还是会给一些企业 有这样一个印象 所以很多稍微正规一点的小规模企业 他考虑到成本因素 考虑到你的那个努力上进心 考虑到稳定因素 他哪怕不在招聘文案里面写说 关于那个户籍的问题 他在面试的时候 也会特别特别在意这一块 除非你这个人非常优秀 他会优先考虑你 否则的话 他可能也会稍微考虑 同等情况下的外地户籍的人等等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些资料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这样的观点 或者大家工作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说我是上海人 或者我是上海户籍 我遇到了一些就业 或者面试上的一些提示等等 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留言 好不好 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雨晟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